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某某对因感情纠纷 故意伤害 置其女友为某某 18岁死亡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该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事发现场 事发时女子正和朋友吃烧烤今天下午5点半 难度记者到沙井陆走本 有不少居民正为在事发的烧烤店前讨论爱情经过 据烧烤店老板介绍 9月26日凌晨10分 受害人为某某和两个女性朋友到店吃烧烤 当时刘某某并没有出现 大约20分左右 刘某某突然出现在女子身后 双方聊了几句 为某某便洗身去买单 我们正在给他算张时候 那个男的突然用胳膊搂住女子 接着就迅速掏出随身鞋带 得到条女子身上筒 烧烤店老板表示 男子捅完之后就立即逃走 女子跪倒在地血流不止 这才觉得大事不好 立即打电话报警 隔壁便立地工作人员 当时我听到外面有女的大叫 还以为她们在划拳 后来出去看 才知道有人受伤 烧烤店老板娘 店开了四年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店家还来不及反应 女子就倒地 男都记者在现场走访发现 案发地点是为于杀金路上的一条美石阶 街上有数十家办店 该烧烤店就位于石阶中间 主营销业生意 开了四年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店里老板娘说 受害人并不是经常到店消费 事后听其朋友讲 他与男子之间有感情纠纷 应该是情杀 当被问到事发时 有否进行阻止 老板娘说 事发太突然 还没反应过来 女子就倒地 案发后 绑安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并于今日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杀金某女馆内抓获犯罪嫌疑人刘某某 经初步审查 刘某某某对因感情纠纷 故意伤害 致其女友为某某 18岁死亡的违法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目前该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爆料人为先生爆料奖 一百元 既然 Kings